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重庆023 这不加上北京这四个是四大直辖市吗 咱们沈阳024 南京025 026没有啊 武汉027 成都028 西安029 有的朋友一问了 说好像前两年呢 90年代末期的时候重庆刚被弄成直辖市 以前重庆区号是0811 后来弄成直辖市呢 给弄个023 那这就意味着以前023也被搁置了 这就奇怪了 你看020 021 02 024 025 027 028 029 怎么023 026就空下来了呢 我估计我现在像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提着问题 我估计99.9%的朋友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那么我问了一些电信行业的老人 他们跟我讲的 那个时代呢1976年的时候呢 咱们当时的电话技术很落后 比方说要打长途的话呢 得拨电话要 就是这个成空机向那成空机交换 喂 我这边这边什么 我是哪儿 我要你那个地方哪哪儿靠 那边的化学员接过来 好 我给你拨 拨通了以后要成功了 两边再联系 咬三框 咬三框 下哪里 来咬的不是那儿 是三框 我这里就是三框 我这里就是三框 那咋会是三框呢 说023 026为什么留下来 说有人说要那留下来 也应该028 029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在当时序列排号的时候 并没有刻意的 要把后边的位置留下来 而是当时呢 随机这么选号 挑号的时候呢 把他俩就剩下来 当然 当时还有一种说法 说23和26这俩号啊 有特殊的用处 干嘛用呢 有人说给台北留着 说怎么叫给台北留着 你看咱们刚解放的时候 不喊呢 解放台湾吗 要打过这个金门岛 解放台湾呢 说这近代咫尺呢 那台北是台湾最大的城市 得给他留着号啊 有人说给他留着 其实这是胡说八道 因为有长途去号呢 是76年以后的事 在那之前呢 咱们开始喊打台湾怎么着的 如何如何的 不可能一直影响到那个时候 还有一种说法很有道理 说这个023和026给谁留着呢 给香港和澳门 你看这咱自己国图嘛 一个97年回归 一个99年回归 说当时就考虑到这个 我认为这种说法 还是比较靠谱的 考虑到香港澳门 这是国际化的大都市 同时又是我们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给他预留两个重点区域城市的区号 应该是在情理之中的 所以我觉得当时可能是 想把023留给香港 026有可能是留给澳门的 当然到现在为止啊 我说这些说法呢 都只是猜测 或者说合理一点的猜测 目前为止呢 没有任何一个明确的 就是历史解密站出来告诉我们 当初的序号怎么排的 那么这是呢 把几个大城市 把这个02几的三位数的瓜分完了 当时的北京不是三位数 不是010 是两位就是015 最开始 后来到90年代末期 有人提出说这不合理啊 你想想看 你015你后边空一位 你等无形间 你等于北京一家 占据了九个信道资源 你本身是015 那九个都是你的 你这不合理 015往后你随便加一位 从011到010 你算你占多少 所以当时呢 后来给北京决定加个0 这就是90年代末期 我们知道北京的区号变成了010 说为什么要有010呢 那说实际是不是意味着还有011 012 没有 显示北京首都独一万二的地位 那么后边这011 012是可能存在的 怎么存在呢 有可能非常时期给党政军配专用网 比方说部队 统一用一个区号 用011 总后总三 总政 总装备部都用011 比方说这个中南海地区 我们就用012这个区号 就给党政军得预留出这种特殊号码 以应对的非常时期的非常通讯来路 最后边 03几开始 04 05 这个什么的 这都是四位数了 这就各大城市了 我们看长春0431 哈尔滨0451 济南0531 杭州0571 长沙0731 深圳0755 这就各地有分了 那么我们说这一轮过后呢 接下来这个重庆 在97年列为直辖市以后呢 给了它023 结果一下子引发了一个 大家长久以来没曾注意到的事 就突然间发现 哦 这三位数的 表示区域中心城市的 还剩个026的 接下来全国范围 迅速展开了对026的争夺 这个争夺的激烈状况 不仅仅是在各级政府在争 跟中央争 同时网民 各个地方的老百姓 为这事打的不可开交 你比方说 最早争026的是哪 是深圳 2002年两会的时候呢 深圳有个政协委员 姓胡 叫什么名字 我都不记得啊 给这个政协提个提案 就说深圳呢 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 那GDP不用说了 引领改革开放的时尚 小明同志都到那南巡讲话了 说现在深圳 在全国城市里的重要地位 可是它的区号 0755 有点寒碜 不能代表深圳地位 所以向中央申请 把这026给我们罢 结果当时中央 我就电信部门 马上回绝了 不给 不可能 所以深圳是最早 争026的 接下来明确提出 争026的呢 是长沙 诸州 湘潭 一体化之后 我们现在看 有朋友去过长沙 知道 长沙 诸州 湘潭 这三个地方啊 互相手机 打电话 不算漫游 就他已经在通信 实现一体化了 沈阳 跟辅顺 田领 这次一体化 其实就是模拟了 长沙 诸州 湘潭 这个一体化 那么当时长沙 就争 说我们正好 合并到一块了 那个时候呢 正赶上国家提出呢 这不振兴老东北工业基地 西部大开发 东南海发展 再加个中部崛起吗 有人就提出 借这个机会 长沙 诸州 湘潭 一体化 中部崛起 把026这号申请 申请现在 各种理由都有 第一种理由说什么呢 说据说呀 中央说了 这个中部崛起 可是呢 中央给的政策呢 就没有西部大开发 和老东北工业基地 政策那么多 所以中央觉得 亏欠这个地方呢 这么的吧 把026给你们长沙吧 这样026长沙 027武汉 形成中部崛起的双引擎 这是一种说法 那么在这些 诸多省会城市之外呢 有五个不是省会城市的 也是副省级 这个被称为计划单列市 什么是计划单列市 深圳 厦门 大连 宁波 青岛 这五个叫计划单列市 这五个计划单列市 级别呢 也是副省级的 那么这五个副省级城市 也开始争这026 你比较早的厦门争过 有人说呢 大连会成为北方的香港 也争过这026 哎 你像青岛宁波都争过 那么到后来呢 大力提倡发展GDP的时候呢 这个争这个的标准发生变化 苏州站出来 因为苏州当年的GDP 在全国所有城市里排第四 我这么牛的GDP 我干的这么好 为什么不给我这026呢 所以当时苏州站出来也争过 同时像郑州兰州 这样的区域大的城市 你不管怎么交通枢纽啊 也站出来争过 就是当时全国范围内 我记得还包括有杭州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吗 杭州也在争这个 所以当时全国 哎 还有我的老家哈尔滨也是 哈尔滨当年呢 这个把第二号码 由七位升为八位的时候 也想就这劲来争这026 所以这026这么些年 全国起码都有不下十五六家城市 争过这026 但是中央现在呢 没表态 工信部没表态 谁也没给 我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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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我应该是